大家好 之前跟各位报告过 我们古术的丹田呼吸 它的一个方式 今天借这个机会 再跟各位普通说明它的重点 我们之所以要改变 胸式呼吸到腹式呼吸 主要是让你的呼吸拉长 那武术里面讲 一寸长就一寸强 那我们气变长了 那力就一定变强 这个是我们之所以要 改变我们呼吸方式 主要目的之一 那我们在练这个丹田呼吸的时候 那第一个三关九节一定要松 全身的关节一定要松 特别是在颈的部分 很多人练气功会这样子 头,地,地,地 这边颈一定是闭锁 因为关起来的 关节一定是闭锁 不会松 不松气就不顺 所以一定要收下额 不能低头 第二个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不能 胸部肩膀 绝对不能动 我们要保持上半身的稳定 气就直接吸进去就好 然后吐出来就好 上半身都不动 不能动 只要你一动身体就晃 就不稳定 第三个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只要你练一段时间 身体会僵硬 所以我们 可以闭着眼睛 或是用眼睛内视 随时去扫描身体的 从脚到头 各个地方 有没有因为练气功之后 然后变僵硬了 如果有的话 那个地方马上要调 调到全身的各种肌肉关节 在整个练习的过程 都保持在松的那种状态 第四个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你要透过气功练习 去忘记你身体的存在 让你整个意识都在丹田 你的意念是放空的 空到你始终感觉到丹田的存在 然后你的身体 要忽略它的存在 好像你是在外太空方中 完全是没有重力的状态之下来练 所以练整个丹田最后要达到这种地步 我个人因为起步比较晚 我四十几岁才开始练这一个丹田呼吸 四十五十年我都是用这一个胸式呼吸 突然要改变 我也是觉得蛮幸福的 可是我个人很坚持 既然要练就一定要改变 我个人也是花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才把胸式呼吸改变成腹式呼吸 可是一旦改变之后就定型了 定型之后不断白天晚上睡觉 我都是用丹田呼吸 吃饭讲话 甚至于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随时都是用丹田呼吸 我气势直接吸到丹田 而不是呼到那个肺部 这样子让我的整个身体的能量 可以保持得非常好 有一次我在公司派我去大陆出差 上了十几天的课以后 觉得身体非常的虚弱 然后从大陆回到澳门 在澳门机场整个人好像虚头一样 在那种状况之下 简直我连行动都不能行动 连站起来都不能站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在机场里面 我偷偷躲在一个角落 然后花了大概五到十分钟 稍微我利用气功 调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气息 调到大概十几分钟以后 我整个精神马上又焕然一新 又觉得精神都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深深感觉到 练气功的一个妙用 这个提供出来给各位参考 武术的气功效用很大 但是要BCC店去谋 它能够产生才能够定型在你身上